你如何分辨哪一位是有錢人 哪一位是沒有錢人呢? 你看到他床上的臉都是無電腸的話 就代表他是一個有錢人 啊! 算了 我們不要追究那麼多 我們先去整服肉 你們還不斷叫我拍自己的影片 這麼多隻為了道德 啊! 有個移動的眼球在地下水道走 什麼事? 各位記不記得 兩個月前 我和大家玩過一隻叫月光雕刻師的遊戲 等了這麼久 終於都正式出了 大家如果有留意我 又看我的直播 看我的影片 就會知道其實我是不喜歡玩工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是超級想玩工 所以我也是選了一個工來玩 大家都看到我現在不是玩到45個 但其實我玩了2-3小時就已經來到40多個 如果大家很想快速去升級的話 我會強烈建議你們 或者是沖主線 只要你一直去做它的主線 你就會發現其實你升級是升得很快 我現在的背包有點超負荷 然後我還要 非常肚餓 這隻角色 給大家看一下我這間簡陋的小屋 我想說我家真的超簡陋 是一張床和幾個櫃 原來我有一個書櫃 書櫃放在哪裡 我現在玩遊戲 我是一種執著 我是要把床三面不碰牆 因為我經常聽人說 你去別人家屋 你怎麼分到誰是有錢人 誰是沒有錢人 你看到床三面都不碰牆 就代表他是一個有錢人 所以這次有報紙這間屋 我特意把它弄到三面不碰牆 但現實是三面都碰牆 那我現在呢 就要去這個 塞拉寶 那去到塞拉寶 這個地方有什麼做呢 其實他就是 集合著各式各樣的雙人 在這裡 我現在去那個鐵匠那裡 看看有什麼可以做 裝備改造 那現在呢 我就找了這個鐵匠 那我就可以強化我的裝備 100%不怕 90% 開始 然後就升上 找完鐵匠之後呢 就要去找武器商人 那就要賣些東西給他了 那在這裡呢 你賣東西是很方便的 因為他會自動幫他 篩走一些你要賣的東西 或者一些可能高等級的東西 那他就不會選擇了 哇 終於都可以減輕了些東西 那在我昨天玩的時候 原來我不經不覺 已經玩了很多很多主線了 所以我決定呢 要清一清些G線任 但是在我做G線任之前 我現在是要先煮東西吃 那我現在呢 就來到廚師那裡 那這遊戲呢 其實你打怪 可能會有肉 然後你還可以自己釣魚 然後呢 你可以自己去烹調一些不同的食材 要怎樣去煮 會帶來什麼效果呢 其實呢 後面呢 就有配方啦 但是你要自己一步一步去摸索 才可以研發到一些新的配方出來 所以說到底呢 都要試 現在呢 我就試一下這個 薯仔加蘿蔔 是怎樣 成功嗎 是失敗了 但是這個 是at least不會中毒 at least不會中毒 現在其實還可以看其他的 可以試一下 蝦加魚是怎樣 還是失敗了 不行 再試一下 它如果是南瓜加蘿蔔呢 呢 有得想嗎 南瓜加蘿蔔 沒得想 啊 算了 我們還是不要追究那麼多 我們就這樣做熟一點肉 好嗎 你們還不斷叫我拍下廚師的影片 好 食物完 現在呢 就去升一升等級 能力 在升能力這個位置呢 其實就是看你選擇什麼職業的 因為我是選擇工手 所以我就是升這個問節 現在要做哪個任務呢 下水道的異常狀況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原來下水道是有隻怪物 一個人要對付他很難 建議我組隊 莫名其妙就打開了這個庫本 我想想一下我 我只有一個小時可以玩 有點怕 要盡快了 幸好我帶了藥水 OK的 我真的超不喜歡蜘蛛 我想說 有個移動的眼球 在地下水道走 什麼事 我的飄浮之眼很噁心 很噁心啊 我不喜歡 現在要找那隻慢毒液式 好多蜘蛛 噁心 但是他的打我不是很痛 OK的 不愧我也升了一段時間 咦 我打完他的Lan 我還是還沒找到他大哥 大哥在哪 叫你大哥出來見我 是不是這個 哇 他大哥一來就打我了 他大哥旁邊還有幾條Lan 喂 那麼多隻為了道德呢 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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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打這遊戲的副本 就獻給你們了 好 消滅了他 咦 他會復活的 咦 原來那些液式是會復活的 什麼事 為什麼會復活 會復活 也有 剛剛就打完這個副本 現在我就準備來 向艾拿接收這個經驗值的恢復 讓我找一下艾拿出來 找仔絲聊天 失去經驗值 哇 すごい 因為有時候你出任務的時候 你會死的 你死的時候會沒有經驗值 你這裡就可以恢復經驗值 啊 早知道我早點做姿線 好了 剛剛就補回經驗值了 現在我還要升上我的技能 因為大家看到我有六十幾本技能書 但我沒有升過那些技能 好像這一招是比較有用的 咦 不是啊 不如我升火之箭 雖然我好像很少用 好了 接著我們就來做這個卷軸的任務 因為其實除了支線、主線 或者委託任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任務的卷軸 簡單來說也是讓你自行去接任務 我現在就做最後這個卷軸 那我就去打了那些狗頭人獵人 我想說支線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有打過這些狗頭人獵人 接著我那時候是打到 身水身汗 可以說是超級之痛苦 現在我過來覆卓 狗頭人獵人就是這一區 在哪裡呢 咦 又有有有有 瘋 我剛才升了火焰戰之後 打得很快 你在哪裡啊 叫你大哥出來見我 打三隻而已 在這裡 OK 嘩 我有一個礦山統治者 沙基 他有名的 他 先打吧 一來就挑去這個大佬機 他有點東西啊 大哥 先拉一下距離 OK 大哥 你還不怕 最後一隻 搞定了 找到了 嘩 還剛好 升了 完美 完美 好了這次的影片都來到這裡 很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們有興趣一起打褲本 就可以在下面的連結 下載這個月光雕刻 那我們下次再見 我來 好 好 好 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